弥陀之一尘越海 六字后面 云荣俱德 超前离间 具体是四肆无碍 四肆无碍 四肆无碍的一阵法界 一尘越海 没有第二个念头 借赢一切众生 帮助一切众生 在一生当中 远尘佛道 这叫一尘 不是经历 声闻 远觉菩萨成佛 不是只经历这个地 凡夫直接就成佛了 没有当中的 这叫一尘法 所以 无量寿解 净土法门 是一尘语言教 一尘语言顿 大法 在佛法里头 没有比这个更高了 没有比这个更圆满了 用的方法 非常之巧妙 六字 红敏 红敏 与人 觉得 超前 利监 六字 上面加上 南无 南无 阿弥陀佛 就这一句名号 阿弥陀佛 遍法界 虚空界 都在这六字里头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 一尘语言顿 一尘语言顿 一样都不缺少 超越 流的轮回 利监 利了 利开了 四身 发解 情 是 见死烦恼 见 是 沉沙 无名 所以 具体 是 离死无碍 四死无碍 的 一尘 发解 到西方极乐世界 即使 凡圣 同居图 下下平 瓦身 也做 阿维 月之 佛 阿维 月之 是 语言 正 三不退 阿维 阿维 月之 菩萨 已经 转八十 成四 至 所以 极乐世界 叫一真 发解 凡圣 同居图 也是一真 发解 为什么呢 在极乐世界 你不可能有 起心动念 不可能有 分别之主 那就是说 其心动念 分别之主 的语言 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 你还有这个 西起 但是没有 语言 它不起 语言 比如说 谈心 你在此地 喜欢 主宝 这些名贵的 主宝 你就收藏 你对它 谈念 极乐世界 那些 主宝 最名贵的 主宝 就像泥土 泥沙一样 到处都是 那个 这个谈念 都没有了 到处都是 那我一息 我一归 极乐世界 到处 你想吃的 念头一动 就在这些 不想了 就没有了 想什么 有什么 你还会起贪心吗 贪心断掉了 样样都是称心如意 你就不会发脾气了 那成慧心 生不起来啊 没有对象 怎么生得起来啊 看到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物 满心欢喜 一切法 你统统都通达明了 你不愚痴 所以贪嗔吃慢 一道极乐世界 却自然就断掉了 不需要断 没有了 尼阿雷耶特 有了些种子 外头没有云 通通 我们不会起贪心 这极乐世界的好处啊 无时借来的 罪业 也许种子 现在念的一句阿弥陀佛 已经产生效果了 功夫念的得力 自然就小了 到极乐世界 就没有了 连种子都不存在了 为什么 种子在阿雷耶里头 阿雷耶转成大圆境之 阿雷耶的种子里没有了 全没有了 所以那是一阵法界 那个法界里就没有变化 这我们在经上读得读过 应该要很清楚 我们梦寐所需求的 就是极乐世界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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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